好伯村村生在民国八年 跟太太生有二子三女 其中长子就是前台北市市长郝龙斌 好伯村在八年抗战的时候 他是基层官兵 之后被派到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校深造 是国军刘美将领之一 还是目前在位最久的参谋总长 退伍之后他担任国防部长 之后被当时的总统李登辉 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从武官转任文官 现任之后担任过国民党的副主席 但一度因为理念不合 和林阳岗携手参选总统副总统 被国民党撤销党籍 一身力量相当丰富 纵横政界 好伯村是目前担任参谋总长 时间最长的纪录保持人 1989年退伍后 被当时的总统李登辉 任命为国防部长 但就在1990年5月初 时任行政院长李焕确定请辞 总统李登辉任命好伯村 家人隔魁也引发外界踏伐 认为是军人干政 民主进步党甚至发起 反军人干政大游行 但郝伯村人获得以国民党 为多数的立法院表决同意 顺利左马上任 形成所谓的理好体制 1992年立法院进行全面改选后 时任总统李登辉 以建立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为由 要求郝伯村辞职 但当事人坚持要国民党中常会通过 双方一度坚持不下 最后在国民两党国待逼迫下 才宣布辞职 好伯村出生在1919年 1950年和郭婉华结为连礼 并育有二子三女 其中长子就是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而好伯村的爱琪也在2018年逝世 但后世相当低调 期盼能让家人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和空间 悼念亡者 郝伯村一生风风雨雨 历经大时代动荡 不仅纵横军界政坛 也在台湾的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接着我们报道